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套护肤品 那可能有的人就会有质疑 或者很奇怪 就是说 为什么你总是在推荐不同的护肤品 这个很奇怪啊 因为按理说 我们都应该是用一个护肤品 然后一直用下去 那我怎么总是在换 确实啊 因为我比较感兴趣 护肤品啊 化妆品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不断地在 看到有意思 然后我就会想买一套 买新的 所以我家有一堆的护肤品 一堆的化妆品 然后我为了试用 我新买的这个护肤品 是不是好用 所以我可能就会 经常地换不同的品牌 就是经常喜新念旧这样 然后我把我新买的这个护肤品 试用下来之后 觉得确实不错 然后推荐给你们 那可能这一套 我就会先那个放到一边 我就又喜新念旧 然后又会用新的 就是会经常这样嘛 所以说基本上你问我说 哎 小宝你就是到底用什么护肤品品牌 我没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 因为我不是说一个牌子 我就长久用下去 我就不断地在换的 确实是这样 这个可能会导致肌肤不太 但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哎 你总是在换那个护肤品 就会对你的肌肤的刺激 但是我一套护肤品 大概用三个礼拜到一个月这样的 然后我可能就会换 所以基本上也不算换得很勤吧 反正我的肌肤承受的还好 其实说这个问题大家就不要觉得奇怪了 因为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去看待 我是一个疯子 所以我会经常去买护肤品啊 换着用这样 好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前一阵就是有人在这个声音不断地高涨 有很多人说哎 你做商秀啊什么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要拿出来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是对你们负责的一个态度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放心吧 因为首先就是 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广告都是害你的 这个你承认吧 就是有些人对广告这个东西它很抵触 他觉得你只要是在做广告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广告广告就是一个广而告知嘛 其实有很多产品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知名度比较低 所以商家呢 就会希望找一些人来帮忙 就是提高他的知名度 多在这个大众的眼前露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 并不是说我推荐给你就是害你 而且我也没有逼你买啊 对吧 而且我就是接受商家提供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底线 就是说我要试用 然后试用到我觉得 嗯 我可以推荐了 我才推荐 但是如果你这个产品 我用了一支 我觉得哎 根本没有什么 没什么特色 然后也没让我爱上 我不会推荐 因为那样的话 推荐起来 我的语言会很生硬 很假 这样的话 算是我自杂招牌了 所以那样的话 我不会推荐 还有一些就是 价格比较离谱的 呃 我之前有一个商家找我 他卖面膜嘛 然后我我一看 一片面膜好像 就是那种片状的面膜 一片得有小一百块钱 然后我觉得那么贵面膜 我是不会买的 所以我后来就真委婉的拒绝掉了 就不要这样 就只有真正我用了 自己用了 然后觉得好用的东西 我才会拿出来说 然后甚至有些东西是真的非常好用 我自己会回购 像我之前有推荐过 呃 洗面奶 还有一款身体乳 超级好用 我自己一下回购 囤一堆 这个真的是 其实有时候我也很感谢商家 因为他们如果不找到我的话 这个品牌我可能也不知道 这样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些人 你可以放平心态 就是不要那么消极的一个眼光 去看待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广而告之啊 对吧 然后有的人也会说 哎 你今天说这个护肤品好用 你今天说那个护肤品好用 太假了 这怎么假了 对吧 因为事实上好用的东西 不是只有一个 很多很多好用的东西 对 只是说我不断地在尝试 然后我把所有的好用的东西 抛向你们 你们自行选择 OK吗 我是觉得有人可能会有质疑啊 或者觉得哎 你推荐东西是不是不安全啊 巴拉巴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是有 我没有在生气 我只是有义务 把这个 呃 这件事情 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然后具体要不要买 要怎么选择 这其实是你们的主动权了 对吧 OK 那今天要推荐这套护肤品呢 其实其中有一样单品 我之前有推荐过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还有印象这个面膜哈 因为这个面膜呢 是我看到网上 有N多人在推荐 就美白嘛 它是美白面膜 然后我想夏天 哎 我这个夏天 晒超厉害 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抹发霜啊 那我不知道就怎么了 反正就是感觉 这个夏天 黑的挺严重的 然后我就想 哎 美白美白 脸嘛 也是一定要美白了 后来呢 就有尝试这个品牌 那你知道这个品牌 真的是业界良心 因为有的人吧 比较喜欢那个 厚一点的面膜 然后有人比较喜欢 伤蚕丝的 就蚕丝面膜 后来呢